好 我们接着今天的重头戏就是要讲Transformer Transformer是什么呢? 好,那我们先想想看 刚刚我们讲的就是basic attention 其实basic attention其实就是在说 我们在RNN的 其实一开始它是起源于类似RNN的概念 在RNN的这个资讯上面 我们希望能够在不同时间decode的时候 希望focus在前面不同的资讯上 好,然后要做这件 Attention在不同东西 不同的input 这件事情的input可以是word sequence 你可以是image pixel 你可以是audio signal 或者是其他各式各样可能的input都行 你只要你在output的时间轴 是focus在不同的input information上面 你就可以适用于attention这样子的机制 所以呢 像我们前面有提到如果我们的input 是variable的lens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用average sum 这种basic方式把information aggregate 给起来 或者是用CNNRN 那Network的architecture 就是根据我们input 它的一些特性 然后去决定我们要选择什么样子的encoder 去把它encode 起来嘛 所以如果是在word sequence的话 RNN就是一个常见的做法 因为它可以把 因为我们的word的长度有可能不一样 那它可以把variable length的这些长度都model 起来 所以很适合用在自然语言处理上面 那它的一个缺点呢就是 它这样子的这种sequential的computation 其实是没有办法平行化的 因为它的资讯是不是前面的information 一定得影响在这个unlearned hidden layer上面 然后它才会接续的影响到下一个 它其实这一个model是没有办法在training的时候 就是平行的train 那另外一个issue就是 在这种做法上面 其实我并没有很明确的让它去model 说什么叫做long term的dependency 什么是short term的dependency 我就是假设 所有资讯就是会根据这样子的时间走 然后一一放进去 然后就是这个model就是去handle 怎么去处理这些资讯 所以它就是直接这样子跑过去而已 它并没有一个机制去跟你说 什么是我旁边的 或者是什么是跟我离比较远的 这些dependency 它完全没有 那反之CNN是一个很不一样的做法 所以我们在正门课里面 也没有特别去讲CNN 那这边稍微讲一下CNN的概念 那CNN的概念就是我的input 好如果用在文字的上面的话 一样是一个word sequence 那它会有一个convolution的这个layer 然后去把你可以简单的把它想象成 这个convolution layer就是一个 把旁边的neighbor aggregate起来的一个动作 对所以在这个图示的话呢 这个convolution layer 它其实就是把左右两边的information 就放进来 对所以我如果这边放一个 可以放左右两边字的这个资讯的话 我是不是就可以有某种程度上 有一个trigram的information 就context window是左右就是各一 那如果说我这个就是convolution的这个 那个宽度这个window size 你是可以自己设定的 那你也可以叠两层的convolution 因为你叠两层如果你都是设三 可是你叠两层是某种程度上 它其实就是三的平方 它就可以看到前后两边的context更多 对那这样子的好处是什么 在用CNN的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 它其实是很容易平行的 为什么呢因为你看这一块 它跟这一块是完全可以平行做的耶 因为他们没有context会影响到 后面这些vector的这些关系 所以你这一块跟这一块 其实是很容易平行的 那一样另外一个优势 就也是跟刚刚昂恩相反 它是有很明确去利用它local的dependency 也就是说如果window size 是1的这些information很重要的话 它会自然而然学到这边的information 跟这边的information 我要怎么组合在一起 如果左右两边的information非常重要 它就会学习怎么利用它们的资讯 然后组合一起比较多 所以所有的mother整个CNN训练完了之后 如果前后都本来就是都非常重要 它就自然而然可以从这个 这一条边上面的这个metrics 学到它的这个local的dependency 就是出现在我前面的这个字 它其实就可以透过我这个学的这个local metric 去做组合 所以左边的dependency 右边的dependency 它会自然而然去学 那缺点就是如果我要long distance 的dependency 你就需要跌很多层嘛 就像刚刚说的 如果你一次只能看左右两个 那你只要跌到两层 那我们就再回顾一下 刚刚我们前面提到的attention 是什么 复习一下 attention呢在我们前面说了 它的概念就是 使用在machine translation的 为例 我们是一个encoder decoder的model 然后呢我们的encoder 所有的资讯 supposed will aggregate在这里 那如果我们没有做attention的话 它就全部会用同样的vector来做 但是我们应该要让我们的decoder 在不同的时间点focus在我们encoding 不同的partial input上面 所以呢我们就需要用这个attention的机制 让它可以处理 第一个时间点应该focus在这 第二个时间点应该focus在这 所以它会自然而然去学 要怎么把很长的dependency的资讯捕捉起来 因为我可以让每一个时间点access 里面所有的state 所以说如果假设说 input是一个非常长的文章好了 第一句跟最后一句 假如说都跟现在我要产生的 某一个字有关的话 它也可以自然而然的找到说 第一句的attention很高 跟最后一句attention很高 它就可以把第一句跟最后一句 的vector拿过来 然后去产生现在的这个output 所以这个long distance dependency 就可以用attention机制捕捉到 因为它每一个时间点都可以用前面input 所有时间的这个vector 那在这边其实就是可以access所有的这个state 所以basic attention是不是就是刚刚说的 我们会用z跟h去算出我们的α 然后α的normalizer结果会当成我们waiting 然后去沉在我们的value vector上面 所以z就是我们的query h是我们的key value 是我们的value vector要相成的 那在这里就用同样跟key一样的这个input 的hidden layer来表示 所以这边就是前面刚刚那个的复习 那这边就快速的带过 就是query的vector乘到对应的key上面 那他们dimension q跟k的dimension要一致 那如果是多个query 也就是我们decode的时候 如果是有多个时间点 我们就会有很多个query嘛 所以就会把q变成是一个q的metrics 然后得到最后的这个结果 好到目前为止都只是复习 我们正是要进入transformer的最主要的核心 就是self-attention self-attention是什么呢 attention刚刚已经讲过了 那attention 他的精神就是让我们可以在每一个时间点assess 所有的input的state 所以我们就要用这一个特性 然后把我们recurrent的architecture换掉 为什么想换掉呢 因为recurrent的architecture 是不是没有办法平行 如果我们可以把它换掉 换成是可以平行的一种机制 这样我们训练的可以更有效率 而且为什么他认为attention可以取代recurrent呢 因为我们为什么有recurrent的unit 是不是因为我们希望他的context可以透过recurrent 然后一直传递下去 所以这样子我才可以用到前面的context嘛 但是如果我没有attention的话 是不是你其实每一个时间点 你都可以用所有的state 就是所有时间点的input 你所有每一个word input的每一个word 或input的每一个sentence 所以概念上就是我们透过 你可以assess input的所有state的这个特性 去取代用recurrent 可以把input的那些所有的context model在一起的这个能力 所以这是一个self attention的最简单的示意图 假设说你的input是一个句子 have a nice day 原本的rn 其实就是把这四个字 照顺序吃进去嘛 然后希望他的information就是会aggreg起来 现在我要把这个recurrent的unit整个换掉 换成是self attention self attention的意思呢就是我自己这个input 对于我自己这个input做attention 所以我是self attention 他的想法就是任两个word 任两个position 我们都是一样的 你只要你只要在你的input里面出现 我们就可以计算我的attention weight 所以不管你离我很远或是离我很近都没有关系 我都会考虑到你只要跟我非常相关我就要使用 所以假设我们以a的这个字 have a nice day的这个第二个字当成是input 我要怎么去encode a的资讯呢 他在encode的过程中 其实就是把这个字他的vector 他等于是会去跟他其他在input里面的 其他的所有的字去做一个computation 那算出来就会得到一个 可以把它想成α值在这里 α的这个weight 他就会使用就是α的这个算出来的这个α weight 他会沉在一开始的这个value vector上面 然后在weighted上起来 等于是a他就会决定说在这个input里面a跟其他的哪一些字相关 比如说have a nice day 为什么会用r呢 可能因为day是一个可数的东西嘛 所以呢这边就会有一个比较高的tension 这只是举个例子 对然后所以我对于r的information 我就要考虑到其他前后这些context 哪一些context跟他相关 他会一起aggregate在这里 然后上面是一个vforward的neural network 然后再做这一个时间 假设你要做tagging的话 这边就会有一个output 或者你只是做encoding 反正这边就只是中间的一个hidden layer的output而已 那每一个时间点都会做同样的事情 也就是你input的每一个字 都会跟input的所有的字去算这样子attention的关系 所以才叫做self-attention 那他的最大的好处就是 所有的资讯都可以很容易的平行化 所以你的input 因为他就是这一个字 他就只对他的input所有的字做attention 所以他是可以跟其他所有的字 在做self-attention的时候独立做运算的 那会提出这一个架构 他的那一篇paper叫做attention is all you need 也就是你只需要attention就好 你不需要recurrent unit 他类似这样子的概念 所以他把所有NN都换成是这种self-attention的版本 那刚刚说了他的好处跟他的基本的一个idea 那我们就仔细的看他到底怎么算的 假设说现在的input有四个字 A1到A4 那你在这一层 假设说这只是其中的一层 然后你incode出他这每一个字所对应的这些 嗯hidden layer的vector 那当然你也可以就是当把它想成是 如果你这只有一层然后这边是你最终要incode的 做tagging的model要接 最后你可以再从这边再接一个 比如说feed forward 然后或是简单的linear layer 去做你最后prediction的形 但这就是你encoder的一个block 把它想成一个encoding的layer就好 那self-attention的做法就是这样子 所以每一个input的token 都可以跟input的其他所有的token去做attention 那这边的A可以是input或者是hidden layer 因为你可以接很多层嘛 所以你这边也可以是下一层的self-attention 那实际上是怎么做的呢 实际上就是以A1为例 A1会拿进来去跟其他所有的字去算它的attention 等于是去算说其他的字跟现在这个input是否relevant 那alpha值越大就代表越relevant 就像我刚刚说的如果我们在incode的这个字的时候 有哪一些context是跟这个字有关的 我要一起把它纳进来去考虑去incode这个字的类似semantics 所以怎么算呢 还记得我们的attention是不是会有一个东西叫做query vector 好query vector怎么来 query vector当然是要学出来 就是我们用我们这边的这个A 然后去学一个matrixWQ 然后去map到一个query的vector 所以这边的这个query长什么样子是要学的哦 就是用WQ的方式去学 那一样我们还除了query外 我们是不是要key 因为现在A当query的话 它是不是里面input里面的每一个都会对应成 它自己会当成key这个vector吗 所以里面的每一个input 都对应出一个key vector 然后我们一样这个key的vector 怎么决定一样是用学的 就是A2会乘上这个key的metrics 然后得到这个key的vector 所以每一个字其实都有query 每一个字也都有都会当成key 假设以第一个字当成query 第二个字当成key的情况 我们算出来的这个dot的值 就是α12就是第一个字当query 第二个字当key的值 这叫做α12的attention score 那当然以此类推 你会有α13α14就是第三个字跟第四个字当key的状况 对不对 好 那接着因为如果我们现在以第二个字 我们以之后的字为例 就是以自己 刚刚是他对其他人的关系嘛 现在他对自己的这个字的key 他的self attention也要计算呢 就是自己当query自己当key的时候 他会得到α11 那这边我们就 这四个值 是不是要经过softmax 把它noneize成0到于之间的小数 然后summation为1 然后我才可以把这个α的值拿过来 去乘上我们的value vector 来当作weighted上的value的information来用嘛 好所以我们这边就直接把它代换成 这边的alpha prime也就是已经knownize过后的结果 然后我们就要用这个alpha去抽取我们需要使用的资讯 也就是我们的value vector 所以每一个input是不是也会考虑它当value的情况 所以我们还要多学一个就是 每一个input当value的时候value vector 要是什么呢 我们就会再学一个wv 来把每一个vector去map到它的value vector的space 那这个value vector就是乘在你的算出来的这个scalar的weight上面 然后上起来就得到你的b1 就是第一个时间点的incode好的这个b1 就是第一个时间点的a1 但经过了self attention之后就会得到b1 所以b1就是alpha乘上v它的weighted sound 所以你看这个式子 这个图刚刚其实就是这一个alpha进来 然后它得到b1的这边就会是有这四条边 全部aggregate在这里 其实是这四条边做一个weighted sound的结果 所以呢每一条每一个b1b2b3b4都可以平行化的去做去train 好接着如果是第二个时间点就是q2嘛 那做的事情就是一样 就是q2会对k1k2k3k4去算它的alpha值 然后normalize之后得到alpha prompt 然后就会再乘在我们的value vector上面得到b2 所以这是跟刚刚一模一样的stage 那第三第四也是一样的 好接着我们把刚刚的四个时间点放在一起看 放在一起看是不是就会有q1q2q3q4 就是这四个input它各自当query的情况嘛 然后呢它的key是不是都是a1到 它当成query的时候 它其实就是a1跟a4乘上这个query vector的output 所以这是我们的query的matrix 这是我们的input input你就把它想成是每一个时间点的这个a的vector 然后有四个时间点嘛 所以就是一个i就是a的dimension乘上4的这个matrix 然后呢它会乘上这个wq去map到query的space上面 那如果是key的话 其实就是把input map到k的space 那反之a就是以此类推如果是valuevector 就是i map到value的space上面 然后在之前常见的例子 我们的i跟v常常会用同一个 就是我们是常常会希望我们的valuevector 它算的这个attention weight 是存在原本的这个valuevector上 原本的这个inputvector上面 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 你这边的这个wv 你就直接设成一个identical matrix就可以了 不过这边是用一个更general的形式 就是如果你要自己去encode 适合的valuevector 你也可以去学这个wv 然后把i map到v的stage 但如果你是希望它直接乘在input的a上面 你就把这个设成identical就行了 好 那有了刚刚的那个 刚刚的那个示意图 实际上这个q 是不是就是这边的这个q1 然后乘上这边的 对就是你的a11 是不是就是q跟k的dotproduct 所以就是q跟k 这边这样相乘嘛 就是这个k的transport 是要乘上这个q 那a12就是k2乘dotq1 那如果我们把它排在一起看的话 它其实就是这边的这个key 跟这边的这个q 这样各自相乘 得到的是不是就是α121 12121314 就是这样子嘛 这样子这四个值 就是这样相乘的结果 对吧 这是就是这个 所以呢如果是q2的话 它乘在这个key上面 它得到的就是α21222324嘛 所以你可以直接把它extend到metric的形式 也就是这边是key的metrics 这边是query的metrics 这边是attention的metrics 所以这是不是就是k q跟a 然后这边的这个k 如果你把它想成是横的摆的话 它就是k的transport嘛 那attention 然后做一个softmax的normalize 就是把这边的这个roll 呃这边的这column 去normalize到0到1之间 然后summission为1 它就把它想成是a prompt 就是这是normalize过后的结果 所以就是k的metrics 乘上q的metrics 然后得到这个tension的这个weight 然后attention这个weight 在使用的时候 我是不是就乘在我的valuevector上面 所以你看呢 它就是这一个乘在v1 这一个乘在v2嘛 然后它等同于是不是就是 这边乘这个 这边这个乘v2 这个乘v3 这个乘v4 然后这样子乘起来 所以这个乘起来是不是就等于b1 然后乘到这一个column 它其实就是b2 乘到这个column就是b3 乘到这个column就是b4 所以实际上v在乘上你这一个 算好的这个attention 你其实就是得到最后的这个output o 所以这就是selfattention 它的完整的一个计算 的implem的方式 再看一下哦 我们从i 分map到q kv 不同的vector 那如果你的valuevector 要设的跟inputvector一样的话 这边就直接设成identical matrix就行了 那你当然也可以让它可以learn valuevector 那这两个dimension是要一样的 那这个不用 所以它就会是k的transpose乘上q 然后得到这个attention matrix normalize过后a' 然后再乘到这个v上面得到我们的o 所以这就是最终的selfattention output 所以我们在training的过程实际上在selfattention 在训练什么 在训练的东西就是这三个matrix 那如果你这个设成identical matrix 其实就是在训练这两个matrix而已 所以你的input size有多长 你要训练的其实就是你要怎么把input的这些vector map到它变成每一个vector 它的每一个时间点它的query vector 以及它的key vector 接着呢我们就回到我们的transformer的idea 它其实就是用刚刚这样子selfattention的机制 然后用在sequence to sequence的一个task 也就是machine translation的task 那这边是它的input encoding的encoder的部分 这边呢是它decoding的部分 好的怎么看呢 你先看encoder它在做什么事情 这一块就是刚刚的selfattention 你的selfattention就是每一个word 它会跟旁边的input的所有的word 去做selfattention 然后得到这边的这个information 会再做一个fee forward 然后这边这整块 我们称作一个attention的block 然后你就会再叠同样的一件事情 比如说它就再叠一次 再做一次selfattention 再做一个fee forwardnn 对那你看可以叠很多层 那接着要接着要decode decode在一开始 decoder这边 我也可以做selfattention 因为原本的一般rn的encoder decoder 你在decoding的时候 是不是也是用一个rn的串起来 那现在要把所有的recurrent都拔掉嘛 所以现在rn这边的information 前面已经出现这些information 要aggregate起来 也是要透过selfattention 所以这边是跟原本encoder 这边一模一样的 唯一不同的地方就是 这边有一个mask 那这边我们后面会细讲 其实这边的黑掉的这些地方 就是如果我们以第二个时间点为例的话 如果我要decode第二个字 那是不是我们可以使用前面所有出现的字 但是我们不能使用到后面出现的字 所以我就要用一个mask 把后面的information遮住 也就是让这边的这一个attention weight always是0 不能使用到后面的这些information 然后放到上面去以后 这边有一个encoder decoder的attention 这边就没有做再详细的画出来 因为这边的encoder decoder的attention 就是基本的attention 也就是你的这个decoding的stage 你要encode 怎么去encode前面 怎么aggregate前面这些encoder的waiting 就是encoder对就是decoding的时候 他对于encoder要怎么做attention的这一个机制 所以selfattention只用在encoder端 跟自己的decoder端的下面 那最后就是一样就是output 每一个时间点就是output 他要decode的这个字 所以如果我们来看他的encoder这边 其实他就是每一块他就是一个input的query vector 跟key vector 然后他会去算他的dot product 就是刚刚我们说到我们要learn这个metrics k 跟matrix q嘛 所以他其实就符合我们刚刚说到这个式子q乘上k 然后selfmat之后呢 会乘到我们的v上面得到我们的output 那如果是在decoder端的话 我们就是把后面还没出现 还没看到字要mask掉 因为我们在使用的时候 在decode到第二个字的时候 是没有办法看到第三个字是什么的 就是他后面字都没有办法用到 好 好 好 嗯 同学这边问说transformer 为什么还需要一个value vector v呢 alpha不是已经在做weighted sum了吗 哦 还没哦 就是 alpha是一个scalar 他alpha的值 它是key跟value dot 起来的 所以呢 他alpha就是 只是一个值而已 然后真的做weighted sum的时候 是他要乘到那个value vector 所以如果你看 我看一下 第17耶 这边 alpha只是一个scalar哦 还不是weighted sum的结果 因为 q跟k 他各自是一个vector嘛 所以他dot起来就是一个scalar而已 然后 真的变成v的时候 真的真的乘到value vector之后 weighted sum变成b 才是weighted sum的结果 对 所以这边的这个alpha是 一个scalar而已 你看哦 这是一个vector 是一个vector 它dot起来是不是就是一个数值 对 不会是一个ve 不会是weighted sum的结果 然后 然后 我记得不是会把alpha 哦 对 会把alpha过softmax 所以alpha算出来之后的这个scalar 它是把 比如说现在的input是不是有四 四为 对 input是不是有四 四个时间点 所以呢 这四个alpha值会过softmax 所以呢 它只是上为1 还没有乘到 还没有乘到它的value vector上面 所以不是weighted sum 它只是变成是 0到1之间的weight 还没有乘上去再上起来 是alpha值过softmax 只是把alpha normalize到0到1之间 然后上为1 然后成了v之后 才是weighted sum的vector 这样子不知道有没有比较清楚一点 对 所以让alpha值上为1 不是已经变成weighted sum 而是让它成为可以去做weighted sum的那一个weight 好 那这就是刚刚那个 attention跟self-attention有哪些区别 那基本上 attention算是一个general的说法 你只要是 有做attention算这个alpha的这个概念 都叫attention attention就是分成两种 一个是self-attention跟encoder decoder的attention 所以self-attention的概念就是 我自己 比如说我自己是一个句子 我就是自己这个句子 对于我现在这个同样的这个句子去做attention 叫做self-attention 所以你encoder对encoder的这些句子做 它就是self-attention 那decoder对decoder这个句子做 也是self-attention 所以刚刚的那个transformer的那个画面 encoder假如说是中文 就是中文对中文做 那decoder那边可能都是英文 就是英文对英文做 那如果说你是 英文的这个decoder这边 去对中文这边去做attention 这就是基本的encoder decoder的attention 所以它不是self-attention 就是它不是自己对自己做 它是decoder的时候 它对encode的资讯去做 所以self-attention 所以self-attention跟attention不一样地方 就是不用独立另外一个 而是从每个query 应该不太算是不用独立另外一个 应该是说你的这个query是从自己出来的 那如果是 decoder对encoder做attention的时候 你的这个 decoder的这个 decoder的时间点 要认得这个query是从 decoder的时间点来的 所以一个就是你encode自己 然后对于encode这边做attention 那另外一个是 decode的这个时间点 对于encode这边去做attention 所以你只是query的资讯不一样 一个query是decoder的资讯 对于encoder encoder这边做attention 然后self-attention就是你encoder这边 自己对自己做 query是trend出来的还是pre-defy 是训练出来的 就是query的那个vector 就是你在self-attention的时候要去训练的 所以你基本上就是 因为它等于是跌很多层嘛 所以你要去学说你的input 要怎么变成是一个query的vector 然后它可以去找它跟其他人相似的这些地方 那当然如果你要pre-definequery 比如说query你要设定成跟input一样好了 那你可能就可以自己define 一开始的这个w Q可能要符合某种形式 然后去少认一些wait 那通常都是trend出来的 16到23的self-attention query对应的wait 看一下哦 16到query对位置对应的wait 是从qk得来的 对 然后我感觉就直接是1了 24页以后 前面没错 前面的确wait就是q乘上k 得到那个alpha的这个wait 那我看一下24页是啥 24页你说query对应的wait就感觉是1了 哦哦哦哦我懂了我懂了你说的是说 这边为什么没有再多做一个自己对自己的incode后的结果吗 其实原因是因为其实正常情况下你想像我自己是query 然后对于自己是key 然后去算了这个tension是一定是最高 因为我自己一定要用最多嘛 毕竟我是要incode现在这个input 所以你可以把它想像成 虽然你实际上是 你还是有跑过这个learn alpha的这个过程 但实际上这边就会是1 因为你就是希望你用到自己就是全部要拿来用 但是你要多用一些别人跟你自己相关的其他人 所以你说的应该是自己对自己的这个部分 但是实物上你implement其实也不用特别考虑 就是要不要这边特别先设好 或者是你要在前面就是直接让他固定的跑过去 就都可以得到效果是差不多的 TAHour我会再请住 每周应该都会 每周都每周都会有TAHour的office 对那对每周都会有 Sequence to sequence attention的query有很多个 是怎么得到的 就是 你说的是一般的attention吗 还是说 self attention 如果是一般的attention的话 你在decode的时候 是不是要decode很多个字 比如说你要decode出I love you 有三个字嘛 所以你在decode I的时候 是第一个时间点 第一个query 你就要去算第一次的attention 然后在decode第二个字love的时候 你会有第二个时间点的attention 所以你decode几个字你就会有几个query 那是一般的basic attention encoder decoder attention 那如果是self attention的话 就是你的input 假如说你input有五个字 那你input的五个字 第一个字自己是不是会当query 所以你就会有第一个字当query的情况 那第二个字也要当query啊 所以你input如果五个字的话 你就会有五次的query 然后每一个字也都会当成key跟value 这样子 Bidirectional LTN 与两个单向的LTN 他们分别使用的时机 或是要有什么特色 其实基本上如果你可以用一个Bidirectional的LTN来做 其实通常都会是比较好的 因为等于是你只要learn一个model 他同时具有两边的资讯 但是为什么在elmo那边 他必须用两个来做呢 因为在elmo他的pretraining的时候 他要predict的是下一个字 所以他没有办法用Bidirectional model来做 因为Bidirectional model 是不是你的input 一定要是一整句话 然后直接input进来 然后你就可以用Bidirectional model来training 就是你可以看到前面的字 你可以看到后面的字 可是他如果做了next word prediction 他没有办法把 就是如果你看到next word 那你就等于是不用predict啦 所以他在做language model的training的时候 他只能让他看前面的字 所以这样他没有办法用Bidirectional length model 来learn 所以他就一定要有一个forward 然后再一个bargoat 就两个单独的做 所以能够用Bidirectional的LTN的情境 就是你的input直接进来 就要是两边的资讯全部都有 所以如果你input是没有办法有这样的资讯的话 你就没有办法直接用Bidirectional的LTN来做 但大家的作业E 是可以直接用Bidirectional的LTN来做的 因为我们是不是就是根据现在这整句话 来去做一个tagging 所以这整句话都已经出现啦 他不是给你一句话要你去接下一句话 如果你要去接下一句话的话 就变成你不知道下一句话是什么嘛 你就只能predict next word 所以是两个有点不一样的情境 好 那我们不知道 不知道是不是需要把最后这一块留到下一周 我看一下 还有多长 还有还有蛮多的耶 看一下 因为还有不少 所以我们把后半段一起在下一周 都会跟那个 会跟Bird一起讲好了 对后面就剩下 multi-head attention 以及就是刚刚有人问的 那一个positional embedding的这一块 对那我们下次会把它详细的讲完 然后就再可以很快的transition到Bird 因为Bird其实就是直接使用Transformer上面的概面 所以Transformer就不会再重复讲了 所以我们下周就把Transformer的最后面跟Bird 然后一起讲完 好 那我们今天就很像大家准时10分的时候就下课吧 应该 现在是差不多了 好 那这个问题就先留着 那我们下礼拜 就是讲完之后 如果还有不懂的话 就再看大家有没有要额外再问的 好 那今天谢谢大家的参与 那就有任何问题就还是可以留言 那也可以在那个 就是quote平台上面问 問助教啊 或者是问大家 那下一个礼拜再做Transformer跟Bird 讲完之后 就要出第二次的作业了 因为第二次的作业是跟Bird相关的 所以 大家如果作业一还 不行的话 就是赶快 赶快 赶快处理 对 作业一应该算是真的是最 最Peace 最简单的 如果都还有点 辛苦的话 那就真的要好好的考虑一下 是不是要多分配一些时间 好 那今天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拜拜